Destiny 好 現在為你帶來是Destiny第一屆 目前是來到第一組的賽事喔 目前是第二場比賽 由Apocles Apocles Apocles 那我來報一下雙方出現領位 在地圖五點鐘方向的紅色 人類玩家是 Apocles 是IVD戰隊 IVD戰隊 那在地圖一點鐘方向的 藍色神族玩家是來自 EG戰隊的Hawk EG的這個戰術上是蠻多的喔 Razor BenQ BenQ Razor BenQ 然後 這個 Monster 這個是 Hyper 金斯頓的 做 記憶體 這個是 Cyber Power PC 這應該是某種 電腦吧 我想 好 好 那這邊 IVD這邊 沒有戰術上的圖案 好 那 Apocles 我這有沒有什麼減小 我叫Apoc Apocles 因為 那個外國他們那邊人也是叫Apocles Apocles 這邊 是 一個死神開 一個死神開 那 Apocles 必須 單兵 Apocles Apocles 正常的單瓦蛋命喔 而且是有把後面封起來 這樣死神到後面 如果死神想從後面跳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卡住 他如果往後面跳 跑到這個位置 就等於是死路喔 好 人類這邊是有偵查 這個人類玩家我之前是有遇過他喔 在那個韓服的時候 他真的是還蠻強的 Apocles 其實我也有收到過 Hark我也有收到過 他們兩個打的話 其實我是比較看好 Apoc Apoc 人類這邊應該是會贏 好這邊 被干擾到 被干擾到 欸 神族這邊 怎麼錢哪有少啊 這神族這邊錢有點少 他的工兵好像是 比較早拉下來了 那狂戰士也做出來 要干擾 要繼續把這個 工兵趕走 死神過來 那這隻狂戰士 他們要管這隻狂戰士 死神過來 殺工兵 阿 這邊沒有補監盒起來 那這個Hark可能會被弄得很慘喔 喔 這邊 這有點虧 這有點虧 這個死神克的被動騷 喔 好追跌出來 死神走了 那一隻狂戰士潛壓 這個時候剛好那個是 Apoc這邊在 生那個 滿硬弩的時候 所以說這時候家裡是沒有兵的 蓋一個 那個 碉堡 這碉堡應該被打掉 欸欸欸欸 換一個沒血的 喔喔 因為他去打這隻探測機 所以換一個沒血來蓋這個碉堡 但是這個碉堡應該蓋不起來 黃恩子已經上來了 追的也來喔 那家裡這邊被死神弄得非常慘喔 死神已經殺了兩隻狼 三隻狼 欸死神沒控到 因為家裡被打 喔這邊 Apoc這邊有點小失誤喔 死神那邊沒控好 好 一狂一追上來了 這樣子壓制 有點兇 兇麻 工兵 工兵要為追獵 有沒有回到 喔沒回到 但是這個狂戰士應該是活不下來的 那死神還在騷擾 喔這個雙線打得非常的激烈喔 哇這死神 死神有控到 死神拉走 死神沒死 那這邊並沒有包到追獵 那這樣的話前期換下來 我看一下 雙方都是殺了對方三隻狼喔 感覺是 前期的農民 人類的農民是還蠻 蠻重要的 因為一開始人類 人類只能靠礦羅嘛 那早期沒有礦羅的話 那個工兵死掉會很傷 因為神主早期的那個工兵是 補了會離得這塊 不過神主剛剛二礦有被干擾到 而且是他死的還沒死 我覺得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覺得人類稍微賺一點 因為 神主為了要打剛剛那個 一狂一追潛壓 他其實是把加速放在兵名上面 而且殺他主堡的那個加速是非常滿的 那這樣交換下來的話 人類應該是賺的 人類的工兵數量 跟神主的數量 像是打吃拚 而且收入是稍微領先了 一狂追回來 他被雕寶賣 很早就 可以提升自己的工坊 欸他瓦斯 感覺 瓦斯好像剛剛沒有第一時間踩 因為被干擾的關係 而且他又蓋一個雕寶 所以他是瓦斯 他雖然說 那個兵工程所很早蓋 但他的工坊並沒有很早生 欸 不斷在甩 哈克 這個 中一個緩彈 中一個緩彈 好這邊有大光砲 應該是鬧不到東西 等你站了再近以後 想要吃這波兵 有沒有力場 有力場 好那這樣的話 那個 哈克這邊也沒有打算要走 因為有力場隔著 有力場隔著 有力場隔著 往後甩 但是 哨兵要小心 哨兵被點 媽 沒點 好那這樣哈克這波是賺了 哈克 這波是有把那個烈士打回來喔 他變成我覺得比較好打一點了 至少把那個人類第一波兵吃掉 那這波兵吃掉的話影響到的是 人類的那個 醫療艇雙線的時候 他的兵會不太 不太夠 兵量不太夠 他如果說要兩船都上那個 醫療艇 所有的兵都上醫療艇的話 他這邊是沒兵的 那這樣哈克的前期 他等等的十分鐘的時候 壓力就沒那麼大 這邊補到了 這邊是補充了兩個BF 加上一個VB 這邊有防引刀喔 怕人家 引刀從正面來 哈克剛剛那一波真的是打得還不錯 只損失了一隻哨兵 加上好像兩隻狂戰士吧 看一下 675 三隻公兵 三隻公兵 剩下525 525 一隻哨兵是一百 一隻哨兵是一百五 所以是損失了一隻哨兵 加上兩隻狂戰士的版面 好 Apocaly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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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很早的開箱 這裡三晃 是一個比較正常的時間 欸哈克 喔 補到了 8 7234567 兵營 而且還放了VC 那這裡有沒有要開礦阿 這個 就是在不開礦有點晚了 這感覺是要兩礦憋一鍋很強烈的打正面阿 但是不開礦 喔這應該是開礦 因為他要升二攻二房 這VC VC放下來 升了閃追 你升二攻二房 這三礦開得有點晚 我覺得 很虧錢阿 這三礦開得有點晚 而且正面還不一定打零 欸 這支打招 這是一個 一個 這 links 那這邊 看他點礦喔 那這邊還有一個雙線 哈克沙有點煩喔 被打一個雙線 打掉水晶 好 再走 看到兵來就再走 好 再點一遙停 再點一遙停 那這邊 帕克也知道 那個 哈克再點一遙停 直接去點他的追獵者喔 好 那有沒有要再走 再走 有危險 喔 沒有 沒有 哈克沒有兵先追上去 我覺得哈克沙 節奏有點亂了 欸 這三礦很危險啊 這三礦只要他這些兵過去點一下就掉 二礦呢 二基地也沒什麼血了 直接衝上去點 衝上去點 欸 硬點嗎 硬點 然後帶了 帶走 帶走 靠這虧到一個 這虧到一個炸掉哈克 哈克超虧 馬上再帶掉二基地 那這次弓兵應該是要直接拉到三礦去了 但是三礦還沒好 那可能只能暫時先遠身採礦 這超虧的 這超級虧 那些人類的不管是兵力 兵力還是經濟喔 甚至科技都在神族之上 神族他生的是二宮二房 那人類的二宮二房速度其實並沒有比那個神族慢 那等等的這一波 欸 這麼早就要出門了嗎 好來 這一波 這一波還沒有拉農民喔 所以說還並不是 並不是那個總攻擊 這邊有兩隻狂安士進來 這兩隻狂安士剛剛繞邊邊過來的 欸 這個 那這個 帕克這邊是沒有 沒有做 沒有蓋雕堡的 其實他應該蓋個雕堡 蓋個雕堡 蓋個雕堡防一下傷況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那個人家來的話 你第一時間拉公布上去修 那就 不會被騷擾到 好 那帕克這邊也是開了四礦 這樣的話有沒有放VG 有沒有放那個 鬼子 生長鬼子的 建築物 幽靈 幽靈學院 好像沒有要照 那還在序盒金 還在序盒金 還在序盒金 好啦 他殺那個 帕克萊斯這邊是想要把那個 野水晶給找到 不然這樣一直被鬧什麼辦法 因為他這個四礦也是剛蓋喔 他不想要一直被鬧 那這邊應該是找到了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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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